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10月19号周三晚上的7点45分 今天的市场是缩量小幅回彩 日内可看的亮点并不多 所以我打算利用今天的时间和大家重点讲一下 特斯拉财报中的一个痛点 以及阿斯麦财报成功排雷 包括如果市场后续继续下跌 我为什么会去扫货 会在近期去扫货的6点重要的理由 好 在讲这些之前 今天我们还是过一下一些基本面的数据 他们其实今天基本面的信息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些数据 比方说美联储的卡什卡利 这边他就说 我曾公开表示 明年初我很容易看到利率升到4%到5%的区间中值 但如果我们打压潜在通胀或者核心通胀 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美联储可能需要将基准利率推高到4.75以上 那么他的言论表明美联储准备走得更远 另外布拉德说美联储很有可能会选择将2023年的紧缩提前到2022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把23年要加的锡前置加息到2022年 实际上在今天的讲话 我们看到发言之后 整个美联储在11月份的加息概率 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94.5% 那么在12月份继续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也是来到了74.7% 所以在今年剩余的两次加息窗口再加150个基点会成为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另外今天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也佐证了全球的通胀 目前看起来还是居高不下 尽管汽油价格下跌 我们看到加拿大9亿的通胀还是高于预期的 更大潜在的压力可能令加拿大央行继续大幅加息 同时CPI的数据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加拿大基准207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4.132% 加元也在走强 在报告公布之前 其实市场是已经消化了要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 现在是往75个基点去交易 现在市场预计年底加拿大央行可能会升至4.25的利率 预计连续的大幅加息 2023年会导致加拿大陷入经济衰退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通胀 加拿大的CPI是在6.9% 然后核心的CPI的月率是在0.4% 然后核心CPI的年率是在6% 这都是高于前值的 说明加拿大这边现在的情况 似乎也没有因为加息有太好的一个好转 全球现在看起来都是 这一次的接近加息 目前对于通胀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 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或者需要更高的利率水平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今天在原油市场上 也出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拜登宣布将再释放出1500万桶的石油储备 他在今天宣布准备从国家紧急储备中出售1500万桶原油 并开始补充储备 试图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之前 抑制高涨的汽油价格 那么该计划旨在向市场增加足够的供应 以防止油价的飙升 从而伤害消费者和企业 同时也向美国的产油商保证 如果价格跌得太低 政府将作为买家进场脱市 目标是在美国原油 就是美油 在达到每桶70元左右的时候 补充库存 而且70块钱也能够让企业能够获利 当然这是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 市场外买账还不一定 另外今天标普这边 是将下调了更多的债券发行人的评级 标普全球说 8月份评级势头明显转为负面 新的潜在的下调评级 与上调评级的比例达到了3比1 已经将46家发行人 列入负面展望和信用观察 是2020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这些发行人 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 比如说消费品 金融机构 化学品 包装 环境 美国医疗保健 还有美国的高科技方面 标普预计 随着高通胀 供应链紧张和宏观经济状况 有挑战的情况持续 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恶化 评级的恶化 通常都代表着公司等债券发行人的 利息成本会升高 资金成本会上涨 会拖累业绩增长 还有现金流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外世界钢铁协会下调了 全球的金银两年的一个需求预期 但是美国下调的比较少 那么世界钢铁协会今天说 预计2022年全球钢铁需求 将下降2.3%到 至17.9亿吨 4月的时候曾经预期增长是0.4% 那么受到基础设施增长支出的支持 特别是在交通和能源子行业 2023年全球钢铁需求将增长1% 低于之前的2.2% 欧盟的需求今年下降3.5% 明年下降1.3% 那么美国的需求预期也遭到下调 但是下调幅度较小 特别是在美国汽车行业对钢铁的需求 目前还是在保持一个强劲的势头 美国的基础设施法案可能会促进投资 并支持钢铁的需求 预计今年的钢铁需求为2.1%的一个增长 4月份的时候是增长2.8% 所以整体来看 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整体上 肯定是要好于欧洲的经济的 因为欧洲这边确实是遭受到了多面打击 重创 好 这个就是几个大的消息的追踪 对于美联储加息这一块 我还是想再次强调一下 美联储目前的加息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预计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本来的预计是 把利率从现在的3%到3.25% 上调到4.5%到4.75% 这是原来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上个月的通胀又爆表之后 而且发现潜在的通胀还有可能上行 最新的经济学家的预计 预计这个PCE在上个月的上涨 将同比上涨5.1% 也要高于在8月份的4.9% 所以之前的CPI没下来 PCE这边看起来也下不来 这个是高于美联储在之前预计的 今年年底的核心 PCE是4.5的 现在预计都达到4.9%了 所以只剩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预计 现在把明年要加的都加到今年的原因 把75加50个基点变成75加75个基点 一个原因 而且市场现在已经是充分的计价了 好 后面我会也去讲到这个原因 其中它也是在我的六个扫货理由中的一个 好 讲完这个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两个财报 一个是特斯拉 一个是阿斯曼 两个财报各不相同 阿斯曼是盘前的财报 上涨6.27% 今天盘中的时候 特斯拉是盘后的财报 目前下跌6%左右 我们来说一下特斯拉先 特斯拉为什么财报会跌 因为你看起来这个财报 你开要看文章 你就会觉得挺有趣的 华尔街的文章说 特斯拉的这份财报 基本上是让大家有点催眠的感觉 就是可看的亮点并不多 也就是它没法去激起你的肾上腺素 原因在哪里 简单讲一下 特斯拉公布的每股收益 是在1.05美金 是好于市场预期的1美金 它整个的销售额是215亿美金 不及预期的220亿美金 所以这个其实都差了不多 每股收益和销售额都差不多 但是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 它不是创纪录的37亿美金吗 也超过了之前2022年一季度的36亿美金 但这一项是低于预期的39亿的 主要原因是受到外汇的美元的负面影响 这个里面有2.5亿 如果加上这2.5亿那么是符合预期的 另外它的数字资产在整个的三季度没有变化 净值还是2.18亿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 不包括出售信用积分的汽车的毛利润率为26.7% 在2022年一季度的时候 当时的巅峰是30% 现在明显离那个是越来越远了 那么每辆汽车不包括信用积分的毛利润率是 15200美金 低于2022年第二季度的16000美金 上个季度比利口还低 尽管这个毛利润率 单辆车的利润和同行相比 那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但是这个毛利润率 它在下降 横向和自己的历史来比 这个消息肯定对股票来说算不上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它交付增长 包括未来的整个增长的前提 要赚钱的前提是毛利润率要保持住 要维持住 如果毛利润率下降的速度未来快于 包括未来交付和这个市场销售增长的速度 那其实从净利润上 最后你落到的美股收益上 它是不会增长太多的 对吧 所以要尽量保持一个较高的毛利润率 你才能够有钱可挣 我相信大家 但凡如果有做过生意的 或者你有做marketing的 你应该有知道 对吧 你推了多少的东西 今年你的营收是在增长 但可能你的广告支出 你的各方面的支出 你的这种费用变高了 反倒到了年底 看上去营收大幅增长 但是净利润你增长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利润率要保证 这是非常关键的 它这一点 就是今天市场 觉得有一点比较平淡的 最大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痛点 也是市场现在所担心的 未来 它还会不会继续的下滑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竞争对手 也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现在的成本 各方面的原材料的成本 也是越来越高了 好 所以在前瞻上 其实还是不错的 特斯拉现在要实现 50%的车辆的交付的目标 这是他一直来说的 50%增长 50%的增长 就意味着 在接下来的第四个季度 它会有创纪录的交付数据会出现 这个是市场已经预计到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会说创纪录的 为什么股价不涨 因为大家预期的就是这样的 预计它按照它的增长目标 所以它才为什么说 估值能跑那么快 为什么能提前交易那么多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它只是正常的 和一般的车企一样 它没有那么快的增速 它肯定不是这个股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凡事 它都有个度 好 这个整个的财报 非常非常的平淡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痛点 是一个潜在的担忧 这里边实际上 你看我这里增速预期 跟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从华尔街和市场来预计 即便特斯拉能够达到增长 50%的交付 盈利能力后来也没有办法 再去超过50%的增长 预计2023年盈利的增长 EPS的增长 大概只有在31%左右 今年是77% 所以这就能体现出 利润率下滑的一个担忧 好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特斯拉的一个财报的情况 不过特斯拉的财报 这边我还是要 说客观的讲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之前 给过很多次的预估 现在我仍旧维持一个判断 就是低于200块钱的成本 去持有特斯拉 从一个远期来讲 是一个合理相对安全的价格 但是低于200能低到多少 可能是150 可能是130 现在2022年的合理交易价格 是133到200这个区间 所以这马上2023年的到来 它不提前交易的价格 也会往上去提升30%左右 可能就会到多少 可能就会到167 178 然后上方也能提升到245左右 256左右 大概就这么一个提升的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的成本能够去放到200以下 不管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买到了200以下的特斯拉 还是把它滚动到成本200以下 都行都无所谓 但是只要你控制在这个下方 你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即便短期 它因为一些风险跌下去被套了 那么未来涨上去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涨超过200不是太难的事情 所以大家喜欢特斯拉的 愿意看它一个远期成长性的 你就把握它未来 如果有低于200的机会的时候 你做一个长线去考量就好了 短线上这些地方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预计该差不多的时候 准备买的时候 也会去买的 上方的计划在这里 2001其实到250块钱 这个地方还在等一个指借形态 没有的话就继续往下来等一等 136到155也可以 也没问题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预计的加仓情况 目前我的成本是刚刚卡在200块钱下方 198.9 好 然后是第二个阿斯麦 阿斯麦整个的财报是 销售额是58亿欧 超出分析师预期 毛利润率是51.8 也是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EPS也是超出预期 所以今天它是各项指标都达标 而且涨了6.27% 其实这个涨还不光是说 它的达标和前瞻不错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阿斯麦在本期财报里边明确的提到 美国芯片法案对于2023年它的销售额影响有限 也就是说它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说明它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的 所以在这一块上 那么阿斯麦这边的估值 我这边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位置 维持原来的位置 增速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整 今年是负增长 明年是一个正增长 所以之前我现在还是维持在 明年的前瞻估值 如果你能买到400或者400下方 也就是360到400的业绩的特斯拉 阿斯麦这个地方 你就是一个长线非常不错的买点 之前我是错过的 因为之前我在等一个止跌形态 而且本身马上就要到财报了 所以当时这么一等就给错过了 后面如果有再次往下走到 3006到400的机会 我会优先价值优先 考虑价值优先会买入它 会买入它 因为财报出完了 而且芯片法案的影响也已经明确了 可以以价值优先 这个地方我正好拿它和台积电 做一个对比 台积电的增速和阿斯麦 是正好反过来 数字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情况大概是反过来 增速台积电是22年 是正增长百分之大几十 然后到了23年 是一个个位数的一个衰退 现在的预期新调整之后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 如果你认为你特别忌惮台积电 在地缘政治上风险的 而且你希望受到美国芯片法案 影响更小的 你可以考虑把你的台积电 调到阿斯麦上 不过台积电现在的市价和估值的对比上 要比阿斯麦要好得多 性价比要高得多 当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当然就是市场计价了一部分的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它的价格被打压得更厉害 所以这一块上我的考虑方式 因为现在我是持有台积电的 我后面我很有可能 会同时持有台积电和阿斯麦 因为现在我台积电的仓位并不多 但是未来的仓位 我提前告诉大家 我会更加侧重于去做阿斯麦 而不是台积电 好吧 这里边跟大家讲清楚 我后面阿斯麦这边还是会建仓的 但是我需要从台积电这边 可能还会持仓 但是持仓的比例在重心上 会往阿斯麦上转移 好 这个就是对于阿斯麦和特斯拉的财报 好 讲到这个最后和大家赶紧来说一说 关于市场今天的大致的走势 以及后续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首先今天的200周的位置 是已经上移到了3605这个地方 随着这个200周继续的往上去移动 标普想横 横在这个地方 它肯定是横不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线会往上走 会逐渐的 它会赶上这个市价 那个时候是横不住的 它不可能最后的股价走成一条直线 对吧 永远在这个地方横向波动 横不住的 所以没有它太多的空间给它去横 要么是继续往上反弹 去走上方的这个趋势线 要么就是向下跌破200周 然后再看下面再去探个底 所以这是两种走势 横是横不住的 最近主观上 我只说主观上 我非常希望市场能够再猛烈的下杀一波 因为主观上我想扫货 大家说扫货市场下跌的地空还没有出清 就要扫货 好 首先我说一下下跌的原因 现在大家说的下跌 无非就是通胀高 加息预期大增 经济衰退 企业盈利衰退 估值继续下降 对吧 所以你看深跌的朋友 就是根据你看衰退的幅度 去交易你的预期就好了 最近关于下跌怎么跌 跌到哪如何计价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看跌的朋友没有问题 你只要按照你的预期去交易就好了 那么我这边我是看一个 因为是做的是一个左侧 所以我有几点扫货的理由 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展示 六点 第一点是财报 我们从最近一周的 一周多吧 从金融股财报上周开始到本周 大家有一个感觉没有 就是超出预期的比较多 比预期差很多 爆雷的比较少 当然了 这个可能还是有更多的科技股没出来 科技股很多出来以后 可能爆雷就多一点 但现在爆雷的比较少 传递出来的信号是 企业的盈利能力还行 对吧 这个低预期 因为原本是把一张100分的试卷 以前是60分就及格了 但现在由于预期很低 把总分改成了80分 你48分你就及格了 所以这就是预期的作用 相当于给市场是在敲个边谷 在预热 好 第二点是三季度的GDP 我们知道 尽管在一季度 还有二季度GDP是负增长 美国 但是三季度的GDP的预测 目前还是相当不错的 GDPNow的模型的预测是2.9% 这个增长是高于平均值的 属于强势水平 通行我们把2%到2.2% 说是一个中位水平 超过这个就属于比较强的 低于这个相对于是比较弱的 那么美联储预计 而且就是GDPNow的模型 那么对于2023年全年的模型 美联储预计是增长是1.8% 这个就是比较接近于2%了 它不算特别的差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标普现在的适应率 当前标普是在3600点的位置 3600点位置 这个位置是属于什么样的位置 它已经是低于 我们按照这个价格来算 按照现在的标普的EPS来算 是已经低于5年的平均水平 2022年的这个适应率 大概是在3600点的时候 是在16.4倍 2023年前瞻是15.4倍 所以横向比较估值已经不高 但是风险是如果盈利下降 适应率会升高 那么显得就不那么低了 对不对 所以即便出现衰退 那么我预计 EPS的衰退不会超过10%标普 所以我们假设明年衰退10% 那么3600点 它这个适应率就会上升到18倍 这和前几年的20到22倍相比 依旧不高 也处于5年平均水平的下限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 是每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 是历史最佳表现的三个月 这是历史数据统计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三个月 因为在10月31号之前 机构该卖的 该报亏损的已经报了卖了 它不卖的就持有过圣诞 11月开始该布局的要布局了 圣诞行情 我们要去研究历史 你会发现 通常都大差不差 对吧 不太糟糕 好 第五点是中期选举要来了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 中期选举一定会影响股市涨跌 但是今年通胀这么高 股市这么差 财富这么蒸发 那么这点脸可能还是要的 好 所以第六点是 还有一个是加息预期市场更加的激进 美联储的目标是4.5到4.75 但是现在的市场计价 已经计价到了4.75到5% 已经多了25个基点 已经是提前的消化掉了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继续下跌 那么市场可以去扫货的六个理由 这六个理由 当然也支持着我自己下去扫货 所以我主观上 我是希望它能够跌一跌 但客观上能不能跌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周线级别仍旧支持 它还可以反弹 对吧 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 周线级别200周 守着它 它不破 完全反弹 而且反弹空间还挺大 而且各项指标上 现在也是属于完好的 能够支撑反弹的指标上 所以并没有说非常明显的颓势和下跌的一个趋势 马上就要颇位的趋势 看不到 所以我只是说主观上我希望它跌 但客观上它跌不跌 50比50的一个概率我真不清楚 但是真的如果不跌怎么办呢 只能量半 继续持有现在近50%的仓位 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回踩的机会 再去适当的 如果企业盈利稍有提升 适当的再去加一点点再去布局 这就没办法了 所以长线 可能就是一个长线布局的思维 刚才提到的都没有说到短线的问题 请大家在短线上你就自己考量了 长线上同样考虑左侧下跌的风险 是不是你能承受的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受镜 点赞转发 以及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因为昨天节目 由于YouTube服务器的问题上传非常的晚 比正常晚上传了4个小时 很多朋友估计都没看到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咱们就明天的同意时间 再见 再见